親愛鄉新生村的旧麥元教 因為老公加州這幾年來開城一地牽館 不只跟共太大戶在開水道的淫貴教民相當危險 為了美國當地區民和郵客可以安戰通鄉 館長離民前這期鄉萬民會正出到四千二百的建築 將於在去年來起一座新的麥元教 也在今年的八月份勝利完工 關於郵民教在今天就基盤通車電裂 由館長離民前來選個新的麥元教進席通車客用 資本單位準備鄉東順普的酒店到哪裡 來作為人愛鄉新生村麥元教通車電裂的前菜用品 是鄉東用心和負荷當地的民間 所有參議來賓就在館長離民前的段階下 進席來為新教選個客用通車 我們的梅元橋在我們的北港溪上面能夠玉立不搖 遇到下大雨 舊梅元橋 那個水都會灌到舊梅元橋的橋頂上 非常危險 甚至下大雨就要風橋 所以我們認為有這個迫切需要 很愛向新生村的古麥元教 是連接當地暴露和經濟的唯一教授 加上這幾年來 新生村發展收莫的觀光 讓當地新衛冬天UK來到南道館 收莫的熱點一日 由處管長離民前前進行後 是這次來向官民費增出四千多萬的經費 來中心建造這組安全建構的麥元教 像我們人民費增取四千五百萬 重新興建這次新的梅元橋 那麼在整個新的橋 在建設方面看起來 結構都非常的堅固 整個工品質都非常的優良 所以這次梅元橋 興建之後 可以從戶住到新生村 這個交通帶來更便利 那不只是讓我們的出入更方便更安全 同時對我們地方觀光產業的一個協助 也是幫助非常的大 尤其是我們這個地區 是這個年底 到這個明年初 一到三月是賞煤還有採煤的 一個觀光的一個熱忌 我想這一座橋能夠做好的話 相信對我們整個的觀光產業 也是注意非常的大 新教的客用通車 電機面都當最技術來辦 大家互惱這座橋 對著安全建構 而且也在美館 看得出來關乎危險的用心 關注人民前也特別順利 新的壞環境 看得到大家開心的笑容 心來是見到開心安慰 其實今天我們參觀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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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